月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大家好,我是月哥 1927年,好莱坞大剧院门前灯火辉煌,人山人海 里程碑电影公司的新片《皇家流氓》将于今夜隆重上映 以民们敲手盼望者男主角唐尼和女主角琳娜历临现场 不久后他们携手同来,现场观众一片骚动 他们是一对浪漫的荧幕情侣 唐尼幽默帅气,琳娜优雅美丽 可唐尼却澄清说他们只是朋友关系 谈到自己的演艺生涯 就不得不提起好友卡斯摩 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工作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 尊严至上是唐尼的座游民 这也是父母从小灌输给他的观念 父母送他上最好的舞蹈学校 他在那里出狱卡斯摩 他们经常在父母和朋友面前表演 父母还会带他去看戏 长大后他考入音乐学院 接受了严格的音乐训练 几年后他们参加巡回表演 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音乐厅 他们的表演欢快幽默,活力四射 却无法赢得观众的喜爱 就在事业陷入瓶颈之时 他们受聘来到了里程碑电影公司 两人成了专业的电影配乐师 一次拍戏时特系演员受了伤 唐尼至高奋勇替换了特级演员 从此便踏上了星途 在各种各样危险的场景中 都有他充满激情和勇气的身影 一次偶然机会 他结识了知名女星琳娜 面对毫无名气的唐尼 琳娜一脸嫌弃 压根不想搭理他 制片人十分欣赏唐尼的表演 当场决定安排他和琳娜合拍电影 唐尼迎来了事业的转机 琳娜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 看清了琳娜前居后宫的面目后 唐尼对他没了兴趣 恼羞成怒的琳娜踹了他一脚 后来他们开始了合作关系 此时电影工业仍然处于无声时代 演员的形体动作远比声音重要 琳娜就是因为拥有较好的外在形象 而被大众所喜爱 当晚的手印非常成功 台下观众掌声雷动 羡慕时琳娜一直想要开口致辞 却总是被唐尼抢先打断 因为剧主人员都知道 琳娜的声音就像惨叫机一样难听 可琳娜却没有自知之明 她觉得自己的风头被抢了 于是气机败坏的大骂卡斯摩 接着又转向唐尼寻求安慰 尽管唐尼一再暗示不想和他发生恋情 可他好像听不懂似的 唐尼因为甩不掉他而感到烦恼 或许这就是成名的代价吧 随后他们开车去参加庆功晚宴 半路上车台爆了 隐民们一用而上 将他团团围住后索要签名 连衣服都被扯拦了 唐尼奋力逃出包围圈 爬上电车后又跳进了一辆车子里 这个从天而降的男人 可怕开车的女孩给吓坏了 他觉得这个男人很眼熟 但由于受到惊吓出现了记忆混乱 他尖叫着喊来了警察 然而警察也是唐尼的粉丝 唐尼说他正要去参加晚宴 女孩刚好顺路 最终答应烧他一程 女孩名叫凯西 是个舞台剧演员 虽然他也渴望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但他从来不像那些浮夸的女孩一样 盲目的追星 唐尼故意试探着把手放在了他肩头 这个举动惹恼了凯西 凯西故意挖苦他说 你的电影我只看过一部 只是装模作样罢了 你的表演就像雅剧一样无趣 根本称不上是戏剧 一直生活在鲜花和掌声中的唐尼 从未受到过尺等羞辱 他有些持穷了 耍着无赖想要调戏一下凯西 凯西猛的将他推开 别以为你是明星就可以乱来 别以为女孩子都会为你疯狂 我才不像他们那样 唐尼极力想要掩饰自己的尴尬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破烂的衣服又被车门夹住 扯成了两半 惹得凯西大笑不止 刚才的事让唐尼变得有些不自信了 在宴会上他追问卡斯摩 老师告诉我 我是个好演员吗 好友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随后老板为现场嘉宾 播放了一部有声电影的示范片 画面和声音的完美融合 让观众误以为有人躲在屏幕后面配音 华纳电影公司正在筹备拍摄 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 电影工业将迎来转折点 翻开新的篇章 然而对于这个新生事物 大家都觉得毫无发展前途 紧接着老板为大家安排了一场助兴舞蹈 巧的是凯西就在其中 当他从蛋糕中钻出来时 惊讶的发现唐尼就在眼前 姑娘们表演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舞蹈 表演结束后 唐尼提出要送凯西回家 琳娜看见后处意大发 凯西鱼怒微笑 端起一盘蛋糕就拍了过去 唐尼反应敏捷躲开了 蛋糕却不偏不倚的砸在了琳娜的脸上 凯西无视唐尼的挽留 开着车匆匆离开了这里 后来凯西被歌舞团辞退了 唐尼知道后非常内疚 一连三个星期他都没有找到凯西 他对她一直念念不忘 为了鼓励唐尼振作起来 卡西莫表演了一场即兴舞蹈 引四人开怀大笑是演员的天职 不管晴天还是下雨都要演下去 后来唐尼得知凯西之所以被辞退 原来是琳娜在背后搞的鬼 唐尼借着表演质问琳娜 琳娜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因为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录进去 所以导演根本就不会管他们的对话里 此刻是在对骂还是在调情 此时老板突然出现叫停了拍摄 他让大家卷颇盖回家静候通知 原来竞争对手拍摄的爵士歌王 上映首周就打破了票房记录 有声电影的崛起 对这些专产末片的电影公司 在危机感的驱使下 老板决定把决战骑士拍成有声电影 正当他们描绘着有声电影的宏大蓝图时 琳娜惨叫机一样的声音 瞬间把他们拉回了现实 后来在一次机缘巧合中 老板相中了凯西并打算聘用他 凯西原以为唐尼会借机报复 没想到唐尼却很高兴 凯西被聘用后 老板交代不要让琳娜知道她在这里 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 他们终于解开误会 宾室前嫌 唐尼牵着她的手 把她带到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 打开美丽的布景 夕阳映照 薄雾飘渺 五彩的灯光配上夏天的威风 在如此浪漫的氛围中 唐尼唱着情歌 向凯西表达爱慕之情 有声电影已成大势所趋 末片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为了提高专业音准 公司不惜花费重金 聘请了语音辅导老师 可琳娜怎么学都学不好 而唐尼则毫不费力的一点就通 玩心大发的他们跳上桌子 极心表演了一段踢踏舞 酝酿已久的有声电影《决战骑士》 终于开拍了 只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技术 拍摄过程一波三折 麦克风藏在花丛里 琳娜老师动来动去 声音也就断断续续 藏在胸口里又露到了她 怦怦的心跳声 好不容易缝在了肩头上 又被不明情况的老板给扯翻了 演员受罪不说 导演和录影师更是崩溃不已 手长适应时也是状况频出 琳娜佩戴的首饰发出阵阵扎音 而她尖锐的声音飘忽不定 唐妮单调的台词苍白无力 到了最后 演员的口型和声音 竟然还出现了错位 滑稽的场面 逗得台下观众哄堂大笑 观众们纷纷离席推赏 吐槽这部电影 堪称烂片之王 六个星期后 这部电影就要在全国供应 唐妮觉得这部片子 肯定会毁了她的一世音名 眼见她如此烦闷沮丧 卡斯莫跳了一段舞蹈 这句话触发了灵感 他们商业者 何不把决战骑士改成歌舞片 他们都觉得这个点子极好 兴奋之情异于言表 一首早安歌 瞬间放飞了他们的心情 烦闹不必藏心底 总有自有愿聆听 奔放舞蹈重情跳 千金难买开怀笑 就在他们放声大笑之时 唐妮又想起了一件闹心的事 琳娜不会演戏 不会唱歌 也不会跳舞 思来想去 卡斯莫忽然想到 可以让凯西给琳娜做配音 唐妮担心这样会毁了凯西的前途 但凯西并不介意 这样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凯西一高兴就吻了唐妮 随后唐妮送凯西回家 大雨倾斜而下 两人一一问别 那天大雨连绵 但却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 她在大雨里尽情歌唱 不顾路人惊诧的目光 路灯成了她的舞伴 雨点就是她的古典 她悠然自得 她放飞自我 虽然天上乌云密布 她心里却充满阳光 她已经准备好罪入爱河 她像个调皮的孩子 沿着台阶上下来回跳跃 任凭雨水 将她名贵的衣服和鞋子打湿 第二天 他们把这个主意告诉了老板 老板听罢拍案叫绝 商议过后 他们决定把名字定为歌舞其事 拍摄工作非常顺利 凯西优美的赏音 完全改变了电影的基调 电影前半段演绎得非常完美 老板对凯西的歌喉大加赞赏 电影后半段增加了现代戏 展现了一个踢踏舞的好莱坞之旅 淋漓尽致的诠释了 唐妮打拼好莱坞的心路历程 连任的辛苦努力后 电影终于杀青 优雅的舞台动作 配上眷勇的台词 成就了这部完美的影片 唐妮和凯西紧紧拥吻在一起 她想让大家都知道凯西的付出 琳娜得到消息后赶了过来 她一直以唐妮的女友自居 尽管唐妮并不爱她 但她也不会让别的女人盖过她的风头 她想赶走凯西 并拒绝她为自己配音 可唐妮却说 凯西的名字将会出现在工作人员列表中 观众会知道那些话都是她说的 那些歌也都是她唱的 而且老板已经为此制定好了宣传计划 这些话让琳娜抓狂 她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不久宣传报纸出来后 却成了赞扬琳娜甜美歌喉的新闻 原来琳娜通过媒体 篡改了公司的宣传计划 她还威胁老板 如果更改她的宣传计划 她就起诉公司 因为这是在诋毁她的名誉 权衡之后老板还是妥协了 只好把凯西的名字从屏幕上拿掉 歌舞歧视的手印引起了热烈反响 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谢莫之时 唐妮和凯西激情相吻 庆祝成功 琳娜气得直瞪眼 她说要让凯西永远给她做配音 虽然凯西并不同意 但她已经和公司签约 必须得听老板的安排 唐妮越是护着凯西 琳娜就越是气急败坏 她早已被致富冲昏了头脑 甚至想让公司改成她的名字 等到谢莫致辞时 她迫不及待的冲上台 想要独领风骚 结果一开口就露馅了 她不堪入耳的声音 听得大家一脸懵逼 有人调侃着让她唱首歌 唐妮听到后就有了主意 他们命令凯西在幕后演唱 琳娜只需要在舞台上对口型即可 面对唐妮极言吝啬的指派 不明究理的凯西十分委屈 她说了一句气话 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 我都不想再见到你 当歌声飘然而出时 观众们都沉醉在这美妙的赏音之中 琳娜有模有样的对着口型 她也陷入了幻觉 仿佛的声音真的是从她口中发出来一样 此时三个男人一同拉起了幕布 真相大白 尴尬的一幕跃然台上 惹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凯西只能硬着头皮唱着 最终她羞愤交加落荒而逃 唐妮大喊一声拦住她 随后大声向所有人宣布 大家听见的都是她的歌声 她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女主角 她的名字叫凯西 是我的幸运之心 闪烁着爱的光芒 这时凯西才明白唐妮的良苦用心 她满眼含泪投入了爱人的怀抱 后来她们不仅是电影里的男女主角 也成了爱情里的男女主角 语中曲是斯坦利多南和吉恩凯利 1952年上映的歌舞片 1989年 她被美国国家电影登记部 收藏于国会图书馆 2006年 被美国电影学院选为 25部最伟大音乐电影第一名 2007年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100部最伟大的影片 该片位列第五位 她被誉为歌舞片之王 现在无论哪个导演想拍歌舞片 基本都绕不开她 不仅是歌舞片 她说独创的经典镜头也被无数电影所借鉴 如果说现在的电影工业是一个个美轮美奂的立方体 那语中曲则是其中一个立方体的原点 后来的面无论多么精美 也离不开最初的那个点 而说到电影中那段最经典的语中起舞 用导演的话来说就是 我不是在跳舞 我跳的是爱 是快乐 是梦想 仔细回想一下 你有多久没尝试过这种纯粹的快乐了 反正看着她在语中玩水的情景 我脑海中不自觉的就想起了以下场景 旁边那个人盯着我看 肯定是在想 这傻逼脑袋秀逗了吧 头发淋湿了 估计一会儿要感冒 衣服淋湿了 回去换啥衣服呢 刚买的皮鞋湿了 明天穿什么鞋去公司呢 坏了 这好像是家里最后一双干净的袜子 反正有一百种理性的理由 让我对这样的行为摇头 你想让我在雨里这么玩 门都没有 可转念一想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 并没有出于那种狂喜的状态 当时唐尼在想什么呢 我猜她满脑子应该都是这样的弹幕 她吻了我 她吻了我 她居然吻了我 我吻了她 我吻了她 我居然吻了她 别说当时下着雨 就是世界末日 她也要先跳完那段舞再说 如果你曾经全身心的爱过一个人 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个能让你走路都跳起来的人 有一天你可能真的会遇到 到那时你就会发现 尼和唐尼唯一的区别就是 你可能跳不了那么好的舞 但是别担心 至少你还可以抱着路灯 多转几圈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